咳咳 開台啦 開台啦 搞定搬又要看歌曲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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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的畫面有沒有問題 OK 聽到畫面也沒有問題 因為太久沒有直播 沒有用家電腦 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我聲音有問題 很刺激 還沒好 所以 也要通知大家 原定的台慶節目 我將會定在下星期一 即是這個 下星期一 即是9月17日 因為回到來 病還沒好 狀態還沒很好 還沒準備充足 我們這個 星期一 我們再這個 交台慶的 補足 這個 爆肌兄弟頻道 秋七週年 慶祝活動 有天有沒有牛送 幫你問一下 幫你看看 咳咳 幫你問一下 這些地產商 新龍基 啊 長江 那些 幫你 幫你針針 這些 那 講一下這個 下旅程 有什麼 有趣事發生 先講一下 第一次 第一次 這次 我去柏林 去柏林 我們轉機 我乘搭 這次乘搭 什麼 航空公司 就是奧地利 奧斯利安 Airline 奧地利的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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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特別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 他們的空姐 平均年齡 不會一定要年輕 即是 你會看到 有些航空公司 你會看到 真的找不到 年紀大的空姐 比較少 奧地利那個 你會覺得 他會比較接納到 這件事 因為他知道 航空的服務 不是說 只是 年紀 只是看美女 不過 很好奇 來回兩程 奧地利航空 都是沒有 男性的 空中服務 沒有空少 全部都是 那些空姐 然後 然後 去到 坐 那就是 什麼 什麼 俱鳳 神經 你去 你去 坐飛機 還是看 看 香港選奧地利小姐 你選服務 希望要有服務質素 奧地利人 我的感覺就是親切的 他不會 你叫他 就很體貼 也會主動服務你 例如 什麼 我都說過很多次 我通常叫餐的時候 我都很著重熱飲 那些 奧地利航空 那個 就是他 推餐車的時候 一定 已經會有 一壺茶 你可以第一回合 已經叫茶 他就給你 吃東西的時候 他會來回巡 兩次 他就會問你 要不要添一些茶 你喝完茶的時候 還要其他飲品 一定會這樣 之後 第二次 又會再問 很體貼 而且他吃東西的時候 通常問你喝什麼 我第一次 怕醜 隨便 orange juice 然後他就會問你 only orange juice anything else 他就會問你 要不要多杯什麼 we have tea 要不要熱 how about hot drink 那我就覺得是幾 溫柔體貼 可能是經驗 有這麼多年紀 反而知道那個服務 即是他了解到客人 可能你會不會害羞 不敢開聲啊 只要一杯救 不好意思啊 這樣這樣這樣 有什麼 真是很少見這麼好服務 我兩程都是這樣 奧地利人可能就是這樣 寬宏一點 沒有那個德國人那麼死板 去那一程我認識了一個朋友 去那一程飛機 在轉機的途中 你知道 在香港 我先坐到維也納 坐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然後就在維也納等 等兩三個小時 然後再轉機 在維也納去柏林 一開始那一程 旁邊沒有人 不是啊 旁邊有一個人很煩 那個人 經常就調位調來調去 啊 接著又不知 又放了 霸佔了 我剛好坐在中間那一排 旁邊走廊位 另外一個人 也是坐在中間那一排 又是另一邊的走廊位 坐了一下 他又整個霸佔了三張椅 其實沒有所謂 即是 沒有人坐可以霸佔了 但正路都會問一聲 如果我想睡覺 你介不介意 會不會阻擋你 或者我會問 我只佔兩張椅 留一張給你 這樣 他就沒有了 然後 然後又不知道 什麼事調位 他老婆還是女朋友 在後面 聊聊 睡著睡著 聽到旁邊 他在那裡吵架 說什麼 他拿了他的手機 做什麼 男朋友在發電 罵他老婆還是女朋友 就說 要什麼拿我手機 怎樣怎樣 然後他老婆就說 你睡了睡著 你也不用聽 是吧 他什麼我睡覺要聽音樂 還是什麼 什麼 有很多機器 然後 過了一陣子 又不知道 又拿了零食 他已經塞滿了整個行李架 很大箱的零食 我想在香港買 然後拿了牛肉桿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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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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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都是這樣 然後 整個過程都很滋擾 那 什麼人呢 說是否香港人呢 就不知道 我猜應該不是 因為聽他說的語氣 即是說的語言 就不是廣東話來的 嘰嘰 就是黃皮膚 大家猜一下什麼人 我不知道 我沒有問他 我也沒有看他的護照 大家猜 我不敢肯定 戴上頭盔才不知道 接著他看書 不知道他有很多娛樂 很多搞這搞 看書 不是問題 但最白癡 我最後看到他把書本的書皮 丟到地上 不要 到最後還是沒有 亂七八糟 因為他睡覺 睡覺到鬧鬧鬧鬧鬧 因為整地都是杯 牛肉乾碎 等等 那些 我那時候 他在睡覺 他不是擲了三張椅子 因為我有些冷 然後 他又擲軌著第二張椅子 即是坐在我右邊 我旁邊黏著那張空椅子 那些被子 本身擺在這裡 一上機的時候 他又一個肥豬 擲著 但我又冷 我就走出來 因為我很害怕 牛肉乾碎 會黏在我身上 他在睡覺的時候 我告訴他 我就馬上 這樣扯下來 然後 就擲著我 右邊的肩膀 我怕他的東西 會黏在我身上 他醒來看著我 我又沒有 我又看回他 那又怎樣 我又怎樣 我又沒有理會他 然後照樣 撥兩撥 那些牛肉乾碎 這個不是重點 這並不是我想分享的重點 因為我想分享的重點 關鍵就是 我認識了一個 在轉機的時候 在維亞納塔拍攝的時候 我認識了一個 很有趣的奧地利人 一開始 我不是說 跟他說個Hello 他都很寬雲 我知道這個人 可以跟他吹嘴 他都肥肥的 但很有禮貌 也不會被壓住 之後那些人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坐在那些交通工具 一定是腳 就要把手 壓住 以為自己坐在龍椅 扮蟹 還是要瓦瓦瓦瓦瓦 他就沒有 謙謙有力 我就知道這個人 可以跟他聊天 那些 就跟他聊天 他問我哪來 他說香港來的 他說是嗎? 我經常去香港啊 為什麼啊? 然後我問他為什麼 他就說原來他是賣 靈芝 我開始不知道什麼靈芝 然後他說 You don't know? 他說什麼?Chinese medicine 然後我就想想 靈芝啊? 然後他就按了手機的圖給我 原來他是賣靈芝 然後我說嚇過一跳 我說你們鬼佬都相信這些嗎? 你們不是不相信 中醫嗎? 你們吃西藥的 靈芝 你們不是覺得是騙神騙鬼嗎? 那樣的嗎? 啊 靈芝啊 他是這樣讀的 然後就跟他聊 原來這個人本來是一個醫生 他說他是一個醫生 他說他是一個醫生 他本來也是在醫院等 診所做的 為什麼他會 突然間 這麼相信這個靈芝 靈芝呢? 首先他交代了他的家庭背景 原來他的媽媽是 不知道是台灣人 他是Chinese 他媽媽也是 然後他一來 他有亞洲人的血統 混血兒 他爸爸就是奧地利人 他媽媽就是亞洲人 那樣 首先就是有了這個淵芝 之後呢 就是去到 他說他的侄子 他說在他行醫 不久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 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他的侄子 有一段時間 就是患上了那個 很小個 好像五六歲的侄子 患上了那個 腦癌 腦裡面 有一個腫瘤 什麼癌症 他就說 照西方醫術 去醫治 做化療 但是 你知道化療對身體的傷害很大 這個時候 他說他媽媽 在台灣那邊 寄了靈芝過去 叫他試試 很嚴重 癌症 不如試試 服飾了之後 效果 他就說好很多 身體 那時候的情況 明顯好很多 他說當時 他都覺得很神奇 但是他都沒有想著 研究 研究靈芝 但是 後來 就是 奧地利 他的朋友 親戚 他又是 患上了癌症 他就問他 你上次吃過什麼靈芝 效果很好 在哪裡買 可不可以 告訴他 怎樣怎樣 所以 奧地利人 這個醫生 就開始 對這件事 研究 奧巴克 他的兒子 當時也是過身 死了 沒辦法 治療 但是 服飾了靈芝 之後 對他的身體 幫助很大 可能沒有化療 可能很辛苦 可能舒緩了他的症狀 所以他就覺得 靈芝 很好 之後 他就開始做這個生意 這樣 他現在每年 就會去那個 那個 又說什麼 我在賣靈芝廣告 神經病 那個人 什麼人 說什麼牌子 什麼 這是一個故事 不要在這裡 拉開的話題 讓我再說下去 你再說 OK 之後 他怎樣呢 他就開始 每年 就會去台灣 或者大陸 去採購一些靈芝 那些 然後 就賣去奧地利 他說 起初 賣靈芝 都是一個很辛苦 我說為什麼 因為 第一 西方人不信 第二 就是政府都不想這些 進口 為什麼 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他說什麼 靈芝 會不會是 外國人沒有 建開這種藥物 會不會是另類毒品 像大麻一樣 你欺負我 不知道 荷蘭有些 買什麼蘑菇 這些是不是那些毒品 來的 怎樣怎樣 他就要做 因為他是醫生 他就會跟很多有相關的部門 做一些檢驗的工作 驗一下這些靈芝 有弱用價值 怎樣怎樣 一些研究 report research 就要給政府信任 他說花了很多年 才可以處理 然後他說奧地利 現在變成歐洲 他說不知道奧地利 他說現在中藥 他是一個 他怎樣形容 他是一個 Fashion 他說Chinese medicine in Europe 他說是一個 Fashion 他說現在 就是一個 潮流 他說歐洲人 現在很流行 嘗試中藥 覺得這些是 natural 健康 然後我就問 你對於西醫和中醫 怎樣看 我問你有沒有試過其他 什麼針灸不貫 他說什麼 the cupping Yeah Good 他說我試過 多好 沒問題 是有用的 他說 你說西醫 為什麼人們不相信中醫 原因是什麼 他說是的 他說一來 這些東西聽起來 他說什麼balance 他都會 我考慮一下 我也考慮過他 中醫說的是什麼 他就是說 Balance 他說中醫對一些 什麼毛病 他說是 會治療到 根本 他自己這樣說 他說西醫 他自己說 他作為一個醫生 西醫的感覺 西醫 什麼 你有感冒 什麼 你可能會有 FIFA 什麼 頭痛 他說西藥 他就說 你頭痛 開一個止痛的東西給你 你暫時抑制著 不痛了 啊 死仔 不痛了 然後流鼻水 指了流鼻水 但是他說 根本 其實沒有什麼大大的幫助 可能都是靠你身體自己的免疫能力去服務 他說中醫 他就覺得是可以調理到你的根本 但是 他也有些病 他說中醫可能醫不了 例如 你天生有缺陷 他說 About the genes 就是說 例如 你可能有些內臟不行 本身有些缺陷 就是要什麼transplant 他就 嘩 他說這些 就是中醫沒辦法碰到 他說真的醫不好 你只吃中藥 那些東西就不會太好 但是他說靈芝 就是有這些 就是說 他說對於那些什麼癌症 他就覺得是頗有幫助的 這個是他自己個人的 經意 就是這樣 那你怎麼看 你們對於這件事 嘩 嘩 嘩 你也很漂亮 你們覺得這個人說 我就聽下去 就會覺得他自己也有些研究 以及他作為醫生 他自己也會分析 如果那個醫術是否有用 是否真的說謊 所以我也是相信他 之後我們繼續在那裡聊 基本上都認同奧地利醫生所說的話 接著我就開始再跟他聊 除了聊這些醫藥的事情 我又聊聊那些 東西文化的交流 我就問 他說 聽說外國人不吃牛雜 什麼牛肝 腸 你們不玩 那些是否 他就說 No 他這樣說 No 他的嘴巴抹得很大 於是他就說 他說他喜歡 Chinese food very good 接著我就問他喜歡吃什麼 最喜歡吃什麼 那你猜一下 他說那個答案 我馬上嘴巴都突出來了 蛤 我也是這樣 我就學他一樣 我嘴巴抹得很大 你猜一下他最喜歡吃的 Chinese food 是什麼 蛤 有些人打什麼屎 繼續說 什麼牛歡喜 不是 有我的貼士 香港現在沒什麼吃 我可以說 我的貼士就是 香港現在是沒得吃的 這是 蛤 好 來了 有人說皮蛋 皮蛋是吃的 但他不是他的最喜歡 有人答中我 叮噹叮噹 答對料 答案 我都想不到 他說 是吃狗肉的 我當時嚇過一條 然後 我說為什麼 他說 他說 他媽媽煮過一次給他吃 他說 他媽媽是台灣人 他說 有一次去台灣 煮給他吃 他說當初 他說 他也是 木糊糊糊糊 想拆船 他媽媽 一開始就做了一鍋 食物 去炭 他不知是什麼 他以為是 beef 還是 pork 他說 他說 我不知道 可能是牛肉 可能是牛肉 他說 我一吃下去 他說 哇 很美味 但他又不知是什麼 帶著頭盔 不是我 我沒有吃過 從來 這輩子沒有吃過 狗肉 不代表本人立場 是奧地利人 當時吃的 然後 他說 很好吃 然後 他媽媽 才揭曉 給他 他說 這些其實是狗肉 然後 他說 他很喜歡吃 為什麼 他會什麼都吃 他說 也關於飲食文化 他就是奧地利人 好看這個 奧地利人 原來都會吃內臟 他們會吃牛腸 牛肝 他們有一碟菜 很著名 他說奧地利是一個多民族 你知道以前奧空帝國 奧空帝國很大 有很多民族在裡面 他們都很包容不同地方的飲食文化 他也有提過 有說法 說過什麼兇奧人 他說什麼奧空帝國 被漢人打打打打到過去 住在那裡 可能因為這樣 也會有一些東方人飲食的習慣 會吃這些內臟 他有提過這些傳說 當然這件事未經驗證 然後 他再講一些對狗肉的分析 他媽媽有提過一個對狗肉的評價 他說狗分三種等級 先戴頭龜 再強調一次 我不代表本人立場 本人不支持吃狗肉 他在這裡說 純粹我當作分享一個見聞 奧地利人 他說他媽媽 當時給了三種 就是狗肉分為三種類 第一種就是 他說最好吃的是 黑狗肉 他說黑色的狗肉是最上升的 他說是 甜 好吃 他說最棒 他說1st grade 第二種的能級是什麼 他說 啡色或者白色 他有時候 他會把手放在50 50 說有時候好吃 有時候很難吃 最不好吃 他說最不應該放進口 哪一種種類 他說是 那些 有斑點混種 就是混種的狗 他說最難吃 他媽媽當時 就形容這種狗 說很臭 就是很臭 先戴頭盔 這些言論 不是我說的 就是奧地利人說的 我不支持 我不支持這件事 有說他媽媽的狗 找回來 他說當時他住台灣 他媽媽是台灣定居 他說現在台灣都禁 他說他媽媽有時候 找回來給他吃 他就這樣說 之後再問他吃什麼 他說什麼 又會吃皮蛋 你說那些什麼 什麼 什麼 春卷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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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卷 牛歡喜 那些 什麼 龍珠 那些 什麼 intestile 對不對 我不記得 那個字眼 龍珠 有個很特別的英文生字 他在說這件事 我說會吃這件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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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 不記得 不是intestine 腸 總之就是這樣 他說有吃那個龍珠 類似就是吃這些 他說什麼都吃 他就說好吃就吃 皮蛋都吃 他說唯一一頂不順 臭豆腐 他說炸的那種OK 他說濕的那種很難吃 他就難吃到不得了 他就這樣說 台灣有些濕的 臭豆腐 有湯 他就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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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很難吃 我就問他 你對德國人怎麼看 我說你們是不是很朋友 我又問他 我就說 我就說 老實說 我在德國 有時的餐廳 我覺得市應態度很差 你覺不覺 我說是否因為我不懂得說德文 他說No 他說不是 他們是這樣的 德國佬 我說為什麼 他說I don't know 他說我們奧地利人 很友善 很多 他說我們是多民族 他說他們有一句說話 他說奧地利人 是work for living 他說做事 為什麼要做事 因為想生活得好 他說德國不是 他說德國是living for work 他說這是奧地利人 還有一句言語笑話 就是一句笑 德國佬 他說他們的做事 很死板 怎樣怎樣怎樣 還有很cool 這樣 但是另外 這個也是他的評價 又不是我說的 是奧地利醫生說的 但是我跟他呢 都聊了 我跟他呢 我跟他呢 聊了很多 很多辦法 他說他挺健談 分享很多 他說給我一些照片 你看這個媽媽 他的兄弟姊妹 全部都是亞洲人養的 他呢 唯一一個 就是西方人養 我又問他 你結婚了嗎 有沒有kiss 他說 No 我問他 你都明成利咒 賣靈芝 我肯定賺不少錢 那些 他說 他笑 但是他沒有結婚 為什麼呢 他說那個年代 他說奧地利很流行不結婚 他說什麼 離婚率很高 他說他和他喜歡一個人 他說到現在呢 他也有回到差不多一年多了 但是呢 他也是選擇一個人 當然他說自在一點 這樣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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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聊過 很多 他發現 原來奧地利人的性格 好像 給我的感覺 我接觸的不是很多 但是 我 短短的 幾個旅程 坐飛機的時間 接觸到奧地利人 我也覺得 挺nice 然後他說 奧地利出名的什麼 什麼 音樂 他也是這樣說 什麼 妙色純 那些 然後他說 他說 現在也有很多人去旅遊 什麼去奧地利 他說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流行 我 那班機都爆了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 很多遊客 有幾團 那些 有幾團的遊客 正在去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很流行去奧地利旅行 這陣子 之後呢 就 想一想 之後我再說 看看 什麼戲 去那一程 看了哪一部戲呢 我看了一部戲 超瘋 那部戲 叫什麼 老秀 那部戲 什麼叫老秀呢 就是 不知道 有一個人 很賤格 他是怎麼樣 阿叔 他已經結婚了 有孫子 子女 那樣 那些阿叔 很壞 他經常借錢不還 那些 極度賤格 那些 然後 日日無所事事 又去賭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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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最後呢 最後呢 有一次他有一個朋友 同鄉的朋友 然後呢 就說 不知道 帶一隻駱駝 我剛好 那些是牧民 他說什麼 我剛好要入省 這裡等獸醫 但是呢 我又有其他事情做 因為駱駝病了 我要走 這樣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看著駱駝啊 然後他說 好 今天呢 第二天馬上賣鬼 那個賤格老人 馬上賣鬼了 駱駝 就跟那些肉販說 什麼 你賣不賣駱駝啊 你收不收購駱駝啊 那些肉販 駱駝肉也不好吃 也不好賣 為什麼要賣 就是駱駝肉販 即是駱駝肉販 即是駱駝肉販 就說什麼 傻豬啊 咳 我們割駝肉 混在牛肉賣 就可以了 然後呢 然後呢 總之呢 做盡雙天害你的事 又是鮑兒拉 那些 最後下場是怎樣的 你們有興趣 你們自己坐飛機看看 我坐過很多間航空公司 都有這部電影 叫什麼老秀 為什麼我會選這部電影呢 是因為我最近出的 就是飛機很多 已經看了很多電影 選無我選 我隨便選這部電影 看過劇情簡介 說這個人很賤 我想看看他多賤 那你有興趣 可以看看這部電影 很可怕被人入球 有人說什麼 Testicles 是那個龍珠的英文 對 我忘記了 只記得什麼Test的音 你有興趣日看那個老秀 之後呢 再說說其他事情 歐洲的旅程 還有逐天慢慢跟你說 這只是指示的開段 今天是另一件事想說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張國榮的粉絲 或者你會知道 今天是哥哥 張國榮的生技 大家都知道 張國榮當年 當年4月1日的時候 在酒店跳樓 身亡 當時很多人都很震驚 說為什麼 哥哥 每天都很好 看上去 演戲又不錯 很多人想認識 又好唱歌又好聽 又好帥 有很多歌迷 即是財富 地位 榮譽 什麼都有 為什麼他會看不開呢 最後 經過很多人的查 了解之下 最後發現 他是有抑鬱症的 然後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張國榮會有抑鬱症 不像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如果你有留意 印象中 張國榮 感覺上 你在訪問 他都很自虐 你看到 他的人很淡定 譚笑自愈 最令我覺得 他被人看上去 很堅強的一面 是怎樣呢 有一次 你可以有印象 有一次 他被狗仔隊拍 當時 跟堂堂 他的伴侶出夜街 大家知道 那個年初 可能是同性戀的事情 可能有些人 還會用一些很嚴重的 有色眼光去看 之類 就是一些普遍上 不被認同的行為 他會覺得當年 同性戀 於是 當時 他被狗仔隊拍到 記者 那張照片 是堂堂 轉眼看著記者 哥哥 很堅定 他看都沒有看 他直接拖著堂堂的手 就這樣走出去 那你就會覺得 嘩 他很勇敢 感覺上 面對這些難題 張國榮 都會很勇於面對 他意思是 有記者拍 怕什麼 他說我們光明正 但是拍 類似這樣的意思 你又說 他都很勁 很堅強 當時的時勢 但是他照給記者拍 坦蕩蕩蕩 這麼堅強的人 為什麼會有抑鬱症呢 其實就是 為什麼呢 其實跟很多喜劇演員的 差不多 很多喜劇演員 例如 尖基尼 羅賓威廉斯 那些 越是喜劇演員 或者越是平時 輕輕鬆鬆 譚笑致語 在舞台上發光發熱的人 很多人都有抑鬱症 為什麼呢 就是他們 例如喜劇演員 很多時候 在銀幕上的形象 都是好笑 灰鞋 那些 你就會覺得 他們做什麼都好笑 這種形象 都會給他一些壓力 就是說 別人對他的期望 可能是得到 很好笑 娛樂 開心 他們都很難去表達 就算他們去表達 可能那些人都未必知道 就是說 可能有一天尖基來說 很不開心 比喻龍 你更加很不開心 之後你就會覺得 可能有些人會猜 你是不是在說笑話 在那裡 分別 哈哈哈哈 但可能他們真的那天 就會有些 不高興 或者遇到一些 不意義的事 但他們 一來他們說出來 可能他們笑 以為是笑話 二來 就是可能 他們也怕說出來 唉 免得了 因為他們的形象 是這樣的 諸如此類 那樣 這些人 就會越容易有到 抑鬱症 或者怎樣 其實 他們最想要 什麼 他們是想 可能有個人 就是 不需要說 可能他已經知道 很了解他 他們已經心滿意足 原來發生這些事的時候 原來都有人在 很明白他 的時候 他們會很安樂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說出來 都很難 正如我所說 其實我也是這些人 某程度上 我的形象 都是被人覺得 很搞笑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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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人 很難 可以說 24小時 都在搞笑 很開心 很快樂 整一 就是 一年365天 24小時 一直在做寬笑 帶給人 這樣 沒有可能 不是上帝 對吧 所以 就是這樣 大家要多些 關注身邊的人 多些在他的角度出發 你可能會想一下 為什麼當時會發生這些情況 可能還未有人想到 處境及時 張國榮現在 有很多抑鬱症的好人 藝員 都過世了 現在 做什麼都補救不了 最好珍惜現在 眼前的一些 可能你爸爸媽媽都很辛苦 工作 但他不會做一個很辛苦的樣子 給你看 很辛苦 教學 上班 他不會下班回來 哭了 嘔嘔嘔 今天 上班很辛苦 怎樣怎樣 回來 就是 做一個很開心的樣子 兒子 讀書可以嗎 成績怎樣 好 不要 不要緊 下次努力一點 今晚想吃什麼菜 這樣 所以你就要多點留意一些人 即是他未必說 你未必知道他的全部 但你心裡明白 去了解 去鼓勵一下他 那又差很遠 對吧 好 來吧 這一下直線 出了球 可惜還是差一點點 唸書也很辛苦 那你出來做壞事 你就知道 哪樣才是真正的辛苦 讀書是辛苦的 我不會反對 世界上很多東西都辛苦 即是你玩以外 吃 玩 睡以外 很多東西都辛苦 但是 即是 哪樣比較辛苦 即是 即是 你家人做事 還有那種 工書教學的壓力都很大 這個我看過一部電影 可以說 明天可以說 他說一個 人上班的電影 我也很慶幸 選了這些電影 飛機的狀態 不是說 很集中 即是 有時候 眼睡 很難看的 我通常都選擇 白癡 有時候睡著了 沒什麼所謂 看漏了 我告訴你 他父親 他父親死了 其實根本不是 他父親就是 一直騙著他 你去找你父親吧 兩兄弟走去尋親 那一套也是笑片 我挺好看的 這部電影 我看過那一套 比較瘋善 瘋癲 有少少色色 又瘋善 暴力的戲 就叫什麼 列車上的 列車上的女孩 我認為車上的女孩 都很適合你 看的 其中有一個 有一個女主角 說的對白 是蠍絲底里 瘋善 他說什麼 就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他真的 好像我剛剛那樣 發音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有人說 問好 你至少聽到一個字 我一開始也聽不到他說什麼 我看字幕才知道 那部電影是沒有中文字幕 我是看英文字幕的 所以我很知道那個字的意思是什麼 有些人已經答到了 叮咚叮咚 就是W-H-O-R-E 表紙 或者妓女的意思 那個女主角 就是 罵一個女孩 他就這樣說 YOU-H-O-R-E 然後他就罵到 他有一種精神病 那種 好像瘋了 德國風小孩 那種 這樣罵 之後 他就說 這個女孩 我會怎樣對付他 他喝醉 跟他的朋友說 我一定會清 我看到他的金髮 我就討厭 她的白髮 我立刻一手 把他的後面 馬尾邊 金髮 然後清完 然後把他 撞到地板 撞到死亡 之後 他更瘋了 導演 拍了他的瘋狂的想法 那這套是一套經率的懸疑片 我現在講 你們可能會說 好笑 我想看 但是拍出來的氣氛 是不同的 有些陰間 還有 如果有人看過列車上的女孩 應該會知道 是是這樣 那這套戲 我看完也蠻 深刻的 也適合你們看的 應該都有一些敦倫情節 那些 之類 又說喜歡看笑話片 因為最近 出外國多 我已經九成的電影 我已經看過了 我又看了什麼死時2 差點無聊到按回死時1 死時1是不知早兩次去美國 那時候看的 不如要不要再看一次 其他已經 不太想看 選無可選的 可惜了,有沒有進得這麼多球 神經病 什麼英文名字 我不知道 這個 這個 英文名字 我就不知道 好 差不多了 我們是時候會先轉個遊戲 幸福我是雷友 今天很開心 這裡有很多這些台慶圖 慶祝 DV 七週年 我們爆肌兄弟 七週年的大日子 這張圖 應該會認到誰 那女主角 這張圖是哪位兄弟所畫的 我先記一下 我明天再說 這張圖 我們再補 我正看不清楚 Amy兄弟所畫 請登登 主任日子 請登登 可以 他要畫 我先要畫 我看不清楚 今天 我們有一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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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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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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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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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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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